就是之前講的 最後的話前七名 前七名的話 其實到底也是一樣 我們前面這個也前面講過 回圈範圍改一下 應該是for i 等於 2到50 然後呢檢查一下 所以其實拿格式化來修改 如果是小於等於7的話 如果C欄排名小於等於7的話 那就把什麼呢 把它的A欄的資料放到哪裡 原來是F欄 那現在改成D欄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D就可以了 OK 所以基本上 就是大概改了這個 改了這個 就是藍數 因為藍數少兩藍 然後呢 一樣加1 加1 往下 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這樣改完就OK了 直接執行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列出 2號 所以歷年來 這個 排名最高的 機率最高的應該是2號 8號 11號 然後 15號 31號 等等的 就這幾個號碼 不過當然呢 這個前七名 我有講過啦 它的是找到小於等於7 才把它列出來 小於等於7列出來 OK 其實你們也可以變喔 如果說我今天呢 就是 這個 它什麼 這個是第7名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按照那個名次排序的話 比如說第1個找到 就第1名 應該是8號才對 8號應該放第1名 第2個是 第2名 第2名的話應該是在底下 底下這個 41號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按照那個順序 幫我排的話 那這邊當然你可以改個層次 其實這邊的話可能要多一個 最佑 這一的話就是 我們 先產生第1名 然後去找第1名 再找第2名 再找第3名 其實這邊是可以改啦 只是說我想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先試著把什麼 把這邊做完 然後最後的話 就把這邊修改一下 重新指定我們剛剛的這個 那個 這邊的大樂透 就這一個 名稱 我把也是要把它改 所以最後我希望呢 你們做出來的結果 這邊就是 大樂透 然後這邊是大樂透清除 那格式 格式化前7名 這個都一樣 所以這邊清掉 OK然後 大樂透先出來 然後再來就格式化 這邊會出來 格式化清除 再來的話就是前7名 OK 也就是說最後 你想今天的話我們 黑名單篩選 就先不講 OK 你們今天呢就先把什麼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東西做完 然後再把那個統計分析 變成大樂透的統計分析 然後並且把 前面樂透 踩的這個 五個按鈕 也把它再做 再把它做個複習吧 等於是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 等於是 大樂透的 這個 第三個 之三的部分 所以今天也許作業就交這個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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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